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最近有不少鏡粉朋友一直都心大心細問我意見 因為MIRROR代言了Samsung全新的Galaxy Selfie Free 同一時間因為這部機身又小又多顏色選擇 大家都心大心細想轉會 最重要是MIRROR代言 但轉會又有什麼手續要注意 這部機有什麼好 大家一直在問我 所以我就決定不如我拍這條影片 一次過跟大家解答你們的問題吧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到底怎樣轉會 其實轉會的方法非常簡單 只需要有一個APP和傳輸線就解決所有問題 因為Samsung的新機已經Deford上了Smart Switch這個APP 只需要將傳輸線接駁了Samsung新電話和iOS電話 之後你的電話就會Deford進入Smart Switch這個APP 進入之後它就會自動傳輸你的數據 接駁到iPhone 到iPhone選擇信任這部電話 之後它會自動搜尋你需要傳輸的數據 然後你就選擇你想傳輸的數據和應用程式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新機使用了 特別提提大家在新機千萬不要做WhatsApp 因為在傳送的過程中 只要在舊手機按下 將對話轉移至Android 你就可以在新機找到你的通話記錄了 像我這樣 現在回到新機只要匯入對話 你看看我和Edan的對話就在這裡了 無論你是剛轉會還是有用過Android機 不如都等我這個真實用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小心得 如果你都想像教主一樣輕輕鬆鬆地去拍照的話 其實用FreeFree非常之方便 因為可以放在任何平面上 所以無論是拍片還是拍照 你都不用帶著腳架可以到處去拍了 FreeFree不單可以用外屏去看到 你自己拍成怎樣 還可以有1000萬像素的高清自拍鏡頭 同一時間也可以做一些手勢去拍照 例如給5就可以開始自拍功能 那你們就不用跑來跑去 非常之方便地拍到美照了 加上它還可以發生做CAM CODER 開完穩定器之後 拍什麼都完全是細一 Samsung的機還有屏幕分角的功能 可以同一時間開多於一個APP 你們都可以好像我一樣 一路online shopping 一路可以計算數 那就不怕買到預算了 如果你都好像我這樣 喜歡拍照影片的話 當然需要很多memory去放它們 而Galaxy用戶 就可以把相片和片放到Google One的雲端上面 例如200GB就可以放到萬多張相片 所以再拍多少相片多少片都不怕 這麼簡單就可以成功轉換 還有這麼多好用的功能 是不是都很想買一部Galaxy Z3呢 對的話 不妨你們就可以入手一步 轉換其實真的不難 加上Galaxy有很多秘技等著大家去發掘 今次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下次見到我 不妨可以問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大家再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